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CtrlNate发布了一款新的模型 叫做Tile 中文的翻译就是我们家里那一块一块的瓷砖 在前几天发布1.1版本的时候 作者也介绍了这个模型 但是当时呢它还不能使用 今天作者发布了Tile的实验版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基本使用 我今天测试了一下 它还挺复杂的 但是搞清楚之后就觉得它的功能挺强大 这个是我用CtrlNate跑出来的图片 左边是原始图 右边呢是参照这个原始图 并且借助我们的Tile模型 引导生成的结果 这个新模型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第一忽略图像中的细节 并生成新的细节 第二如果局部内容和提示词不匹配 它会忽略提示词 并使用局部内容引导扩散 根据以上两个作用效果 这个模型衍生出一共五种基本用法 以及一种特殊的用法 我刚才说的东西有点抽象 估计大多数人都没听懂 不过没有关系 下面我会把使用办法告诉大家 首先把我们的CtrlNate插件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呢 去它的爆裂网站 下载最新的模型 这两个文件都需要下载 打开我的电脑 点开Web UI的主目录 点击Extension 然后找到CtrlNate 点开Models 在这个地方 把刚才我们下载好两个文件放进去 然后打开我们的Web UI 在最下面找到CtrlNate 点击打开插件 找到预处理器 Preprocessor和模型Model 点开预处理器 在最下面应该有一个TileResimple的东西 然后模型里面有个Tile 你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文件名是否准确 做完上述的步骤之后 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下面呢 就教大家怎么样使用这个东西 方法一 我们可以把一张很小很小的图片 修复成一张高线的大图 我这里准备了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很小 分辨率只有64 放大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全是马赛克 我这边选择了Ginshaper5的模型 然后呢 我写了一段提示词 说一个在草地上的狗 然后我把这个方法改成别的 步数条一下 这个地方分辨率 就保持512线不动 然后往下拉 点开我们的CtrlNate插件 在这里上传小狗的照片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选择Enable启用 首先看预处理器 这个地方预处理器 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你可以什么都不选 第二呢 你可以选择刚才我们提到的 最下面的这个 这个预处理器的作用呢 就是先把这一张参考图的照片 先把它的分辨率先缩小 这样子等会我们生成照片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变化就会更加丰富一些 它的缩小系数是由这个地方决定的 我们可以拉这个控制条来进行控制 也可以在这里输入数字 但是呢 我们这个图已经是一张非常小的图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选 就选 无 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模型 选中我们的那个太阳模型 下面暂时是不用动它的 然后我们直接生成 我们这边就生成了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就是我们最终的效果图 然后呢 第二张是我们Ctrl-Net的一个处理图片 我们原本的这张超级小的图片 通过Ctrl-Net的处理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张高线的图 这个地方我的分辨率设置的是512×512 你可以把它设置的更高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改成1024 然后再跑一下 这里就生成了一张分辨率更高的照片 这样照片的整体构图以及颜色 跟我们的初始图片是非常相近的 这个呢 就是它的第一个用法 下面是第二个办法 我们可以修复差的细节 我这里有张图片 画的是一个小房子 但是呢 因为某些原因 这个房子的细节出现了问题 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无关的一些东西 非常的粗糙 那么呢 我就希望修复一下这张照片 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我这边提示词写的是一个在乡村的房子 三变率设置成1024 在下面上传我们的初始照片 这个地方启用 如果你的显卡显存比较低的话 记得选用这个选项 预处理器 我这个地方启用这个 resimble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修改这些差的细节 所以说 我希望这张照片 先把这个分辨率先缩小 这样子的话 我最后生成图片的效果会更好 相当于给stable diffusion 更多的发挥空间 这里的缩小比例 我用的是摸人值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然后尝试不同的系数 下面我也暂时不改 然后点击生成 好的 我们这边就生成了这样一张图片 分辨率很高 整张照片也有模有样的 但是你们也注意到了 就是它这个地方的背景 这些树木啊 这些草地 好像变成秋天的样子了 对于这种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提示词 进行一个修改 比如说我可以加上这个是春天 然后呢 绿树 然后绿草 写在上面 在跑图的时候 我们这边也只跑了一张图 我们可以一次性跑很多张照片 从中选择最适合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个功能 它不是什么魔法 也不是什么美图修修这样子的P图软件 然后你按一下 就可以自动帮你P图 它的基本原理 还是使用我们的绘图模型 然后呢 再借助这个CtrlLine的引导 画出一张图片 所以说呢 有很多的参数 我们都是可以进行调整 然后获取我们最理想的一个结果 下面是第三个方法 我这里有一张还不错的照片 是这样子的一个小男孩 我希望修改一点细节 比如说我希望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预处理器 我还是选中这个Resample 然后呢 下面就是这个样子 也没有动 在上面提示词的位置 我这边就写了一个 这是个男孩子的近距离特写 然后它是蓝色眼睛的 然后呢 这边我方法稍微变了一下 就这边是512乘512的 然后呢 我用了这个高分辨率修复的功能 不是说必须要这样设置啊 你像我们之前 不用这个也是可以的 只是这一次我稍微变一下 然后点击生成 那我们这边就生成了照片了 这一张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后面两张都是那个 CtrlLine生成出来的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为什么这边会有两张这个照片啊 它其实是CtrlLine 它有一个更新叫做超高质量重采样的东西 我在前几天的视频里面有讲 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张是我们的圆图 然后这一张是我们的生成的图片 我们仔细对比一下 确实这个眼睛是变成蓝色的了 但是呢 你也能看到它整张图是有一点的微小的变化的 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加多了一个提示词 我们写了个蓝眼睛 而这个蓝眼睛它是会影响到整张照片的构图的 所以说你能看到它是跟之前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我们这个功能不是Photoshop 就直接改那个眼睛 也不是那个重绘功能 只是说它借助了controller的功能 用它这张照片作为一个引导 那么我们生成的照片和我们给controller的照片呢 就非常的相近 但是呢 有于它是一个重绘的过程 所以说它之中的效果 跟之前肯定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别的 下面呢 是第四个用途 这个用途也是这个模型的主要目的之一 它的作用是可以分区放大一张图片 现在有很多人 他们有那种画高清大图的需求 比如说8K 4K甚至16K都有可能 可是呢 因为受到显存的限制 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把这张图画得特别的大 那么他们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那既然我不能同时放大一整张图 那我就把这张图先单独裁成 一小块一小块这样的区域 就比如说像这张图片 我可以把它分成六个区域 然后呢 对每个区域进行单独的放大 可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我们的AI软件 它不认识这个东西 就是它可能认识说这整个人是个人 但是你把它划分成单个区域的时候 它就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了 我们在这个提示词里面写的时候 让它画一个蝙蝠侠 画一个人 我们这边分了六个区域 它很可能就会画出六个小人出来 所以说像这种插件 它都会推荐你把这个降噪程度的系数调得比较小 比如说0.2 0.3这样子 不能调大 如果你调大了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很多个小人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系数调得太小了 可能又达不到你的那种高清放大的理想状态 总之呢 不管怎么样都容易出现问题 那么这一次这个Ctrl内的新模型作用就是 它首先会识别你这个小区域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划分了下面这一个小块块 这里有个手 它就会先识别这个东西 然后呢 它判定说 哦 这个是个手 如果说它认为 这里是手 但是你提示词这个地方写的却不是手 它就会不是这个提示词的内容 然后呢 根据这个照片里面的实际内容进行一个重绘 那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不会出现六个小人的问题了 不管你这里写的什么东西 它都不会在这个地方乱化 它会按照这个画面本身的内容进行一个重绘 那下面我进行一个快速的演示 因为涉及到插件的使用教学 我这边就不详细讲述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 或者说自己去研究一下 然后我这边用的一个脚本叫做Ultimate SD Upscale 然后选中 在这个地方我让它放大1.5倍的系数 每一个小区域我都是用512乘512的 这样子的话就把它分割成了很多小块 然后这个地方的降噪程度 按照这个插件的正常使用办法 应该是把它设置成比如说0.2 0.3这个样子 不能设得太大 但是呢 本次我出于实验的考虑 那我就把它设置成1 然后看看是什么结果 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久啊 我这边就不重复了 这两张就是我跑出来的一个结果 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在没有CtrlNet的情况下 它就像刚才我说的 它会生成6个小人出来 然后像右边这个呢 我用的是同样的办法 可是这一次我打开了CtrlNet 关于这个CtrlNet的使用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拉到下面 这边插件我已经配置好了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找到CtrlNet打开 先启用 然后选择那个预处理器 你这里不选也没关系啊 然后模型选好 下面就暂时先不用动它 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传照片的话 软件就会自动把它作为CtrlNet的一个配图 那这边设置好之后 我们点击运行 就出了刚才我们右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是第五个用途 作者的原话是这样子说的 如果草稿是用四块绘制的 它可以完成未完成的美术草稿 不过它没有举例子 所以我这边只能猜测一下它的用途 我这边找了一张小孩子画的画 然后呢 我在上面提示词写 是一个在海边的熊 然后这边启用 选择预处理器和模型 然后下面都不需要动 点击生成 嗯 我不确定它 这个就是作者的用途啊 不过它也没有举例子 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我这边也没有未完成的美术作品 因为我不会画画 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研究一下 下面我就教大家 这个模型的一个特殊用法 也是我认为它最强的一个功能 在某些情况下 我认为它这个功能甚至比 Open Pose, Canon, Depth 那些以前的模型更加强大 这两张照片 左边就是原图 右边呢 就是我用它这个功能画出来的东西 设置呢 基本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这边改了一个东西 就是最下面这个位置 这里有个Control Mode 控制模式 默认选项是选的第一个的平衡 然后呢 后面两个分别是 我的提示词更重要 然后呢 Control Net更重要 我们在画这张图片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东西 第一是Control Net的一个引导 然后第二呢 是我们的提示词的一个限制 在平衡模式下 软件会同时考虑Control Net 以及我们的提示词 这样子生成的图片呢 跟我们原来的效果就非常相近 但是如果说我希望我这张照片的变化更多 怎么办 我就选择这一个 我的提示词是更重要的 然后我这边点击一个生成 哦对了 这里要说一下就是 在测试的过程中呢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CFG比例 它的这个值默认不是一般就是比较小 7的样子 然后呢测试发现 它这个调到15或者说15以上的时候 那个生成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这跟模型有关系啊 你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然后作者针对这个情况 他也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CFG调得这么高 你们也可以根据具体的效果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点击生成 我们平常画图的时候就会用到那个 比如说OpenPose 然后或者说什么Candy 山州图之类的来控制吧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这种图片的控制效果其实不太好 一个是可能受到那个 圆照片的角度的一个限制 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掺杂了很多无关的内容 但是这个新的模型 我觉得它就有很好的效果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想要把这张 给定的一张照片嘛 然后用它类似的风格啊 甚至颜色 给生成一张新的照片 如果说你用OpenPose来限制它的这个座位 很可能这个OpenPose 它没有办法正常识别 因为它这边手和脚是能大概看到 但是它身后的一些 比如说大腿这个地方 可能它识别就会出现问题 然后再试试别的 我这边找了一张蝙蝠侠的一张玩具的照片 然后呢这边是一样的选择这个我的提示词更重要 然后这边提示词稍微写一下 之后生成 好的我们这边就生成了这样一张照片 可以看到它把很多的细节都保留下来 包括整个人物的姿态 然后构图 还有这些像这个小皮带都保留了下来 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然后关于这个CFG 有一些情况下我发现这个数值比较小的时候 效果反而会更好 你们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就不同的模型 不同的提示词 然后不同的参考图 可能需要的 CFG的这个值是不一样的 不过你们就只要记住就是有些情况下 你要把它调得很大才行 然后呢 这一个选项它的作用就是相反了 它相当于说我们的Ctrl Net是更重要的 那么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呢 它就会以这张参考图为主 画出来的图片就跟这张参考图的相似度会更加大一点点 这几张照片都是我用这个功能画出来的 它都是根据一张普通的照片 然后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一个生成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快去试用一下吧 如果有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见